陈先生家住酒楼 他安装在客厅的监控显示 5月28号中午 卫生间的窗户突然被打开 一名男子翻窗信来 戴着帽子和口罩 男子鬼头鬼脑地左右观察 然后马上将房门反锁 男子进入房间后 翻箱倒柜 最后拎着一包东西准备离开 因为陈先生有从外侧锁门的习惯 男子最后还是通过窗户离开的 陈先生说 之前家里也失窃过 因为当时没有监控 根本得不到任何信息 红袋里面有了3400块钱的现金 因为这个现金 为什么现在可能有人问我 现在家里放现金 因为这个现金是清洁的时候 是给小孩的这个红包 因为小孩呢 我们说把了陈先生的小孩说 我自己要留着 那么就想到放在家里没事 那么谁一拉就放了周立了 放了床的贵 另外那是我两条印中花的香烟 陈先生说 此外还有两枚结婚时 父母给的银元 这次被盗的东西 估计要6000多块钱 当年回家后 陈先生发现 卫生间窗户是敞开的 才发现家中被盗 他报警后 原以为能通过小区监控找到线索 结果是满脸失望 我们小区的监控 我们小区的监控全部是坏的 大门入口监控也是坏的 我们单元门入口监控也是坏的 然后我们电梯里面监控也是坏的 就所有小区的安保设施区的行动许测 据陈先生了解 小区监控大面积瘫痪的问题 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明和院柳翠坊是经济适用房小区 物业是浙江新南北物业 今年1月6号入住进来的 成见这个项目之前就有一个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已经显示 你们这边的监控有的地方是坏的 但是好的只有30%都不到 那维护部不到位 那时候我们的责任 对不对 那么这种东西要重新改造 或者是增加维修 这种东西就不是我们能力手机的 那么最高可能要100多万 就是要全部要换成数字 它现在是模拟的 赵经理表示 这笔钱要从小区经营性收入里面出 决定权在小区全体业主 由业委会来监督执行 但6月3号杭州前堂区 明和社区居委会发布公告 明和院小区第四届业委会部分委员 递交了辞职报告 小区的问题比较多 单单监控这一项坏掉 需要维修也是一个重点工作 在推进的 它目前它这个重中之重的工作 不是这个 对这个小区来说 它现在是那个消防无水 这个是市里面区里面都办下来的 这个大概休息要好几百万了 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的 世界业委会呢 现在也碰到很多困难 包括房屋漏水 有些人家漏 有些人家不漏 它这个钱 每项工作推进下去 碰到好多异样的声音 目前社区方面正在积极推进 新一届业委会的选举工作 另外陈先生认为抓不到小偷 物业要承担责任 他提出免除一年物业费 赵经理以物业值班人员 保安巡逻没有脱港 老旧监控接手时 已损坏 不属于物业责任等理由 拒绝了 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